为了提振日渐低迷的销量,近日,苹果官网早然将下架的Evanice重新拿出来销售,业界效忠轻库存的同时刷业绩。 然而,这个页面目前只存在苹果北美官网,上架后i4已被产购易空,今天苹果又再次放出了一批机器,在12GB和128GB两种规格,分别将价100和150美元。 Evanice虽然是三年前的旧机,但其本身可媲美iPhone 6i4的硬件,搭载性能可观的A9芯片,配合去年优化的iOS12,加上4英寸Retina屏幕,1200万像素主相机,轻巧机身等,现在依然可满足大多数用户的需求。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在2019年还愿意买Evanice的原因之一,但为何这次福利没有中国呢? 其实Evanice在中国一直没活起来,在中国热爱大瓶的环境下,S1显得有些小众,很容易被人认作iPhone 4i4或5i4。 2016年Evanice刚发布时,国外一家分析公司公布了一线统计,Evanice在12个国家受欢迎赌,中国排在最后,受欢迎赌仅为0.2%。 与北美市场截然相反,Evanice批量上市后头3月,就在美国iPhone市场地拿下了16%的好成绩。 所以,可以理解此次清仓的目标中,为什么没有中国了? 因为顾客很清楚,在中国,大平才是王道。 那你知道,在中国最畅销的是哪款iPhone吗? 从2007年第一部iPhone诞生到现在,11年时间,苹果共推出了21款手机,粗略计算累计销量超过15亿部。 销量冠军就是2014年初的iPhone6。 那年苹果首次顺应市场的需求推出大屏手机,4.7寸和5.5寸屏幕组合,让这款手机已经上市就卖断货,其中国人对这款手机最青睐。 截至2017年iPhone6,6PLUX4总销量,已经超过2.224亿部,后续新机想要追上它的成绩,恐怕相当的困难。 截至2017年iPhone6,6PLUX4总销量,已经超过2.224亿部,后续新机想要追上它的成绩,恐怕相当的困难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